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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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好 欢迎来到声音页声音教室 我是顾瑜 好 今天给大家讲CAPT1第三课 导入与导出 前两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下 它的一个工具栏和一个快捷菜单栏 都比较容易 今天讲一个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导入和导出 好的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CAPT1的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在上面点击文件 它上面有一个新建目录或者新建绘画 然后在这里也可以点击 可以新建绘画和新建目录 我们分别尝试一下 我们点击新建绘画 它会出来一个对话框 新建绘画其实我一般会用在年纪拍摄的时候 它没有直接导入的一个导入图片的一个按钮 比如说拍摄项目1 它就会生成一个拍摄项目1 然后它会生成4个文件夹 比如说拍摄文件夹 选择文件夹 还有输出文件夹 就比如说你在年纪拍摄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存入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可以在里面进行选片 选片完了进行调色 然后输出 包括不想要的都散到飞之楼里面 好可以看到它的界面这里是什么都没有的 只有在我们年纪拍摄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图片 好的我们新建另外一个新建目录 新建目录 可以看到它的对话框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首先它存储位置 好 这里我们输入深夜摄影教室第三课 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的这个目录 它也会新建4个文件夹 全部图像 最近导入 最近拍摄 还是废纸楼 最重要的 它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有一个导入图像和一个播放介绍视频 链接到官网上面 好的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导入 好我们点击导入图像 来到这个导入对话框 它首先是你导入文件夹的一个位置 可以选择你相应的一些文件 你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选择你想要的导入的一个文件夹 可以选择包含纸文件夹 也可以排出重复 然后导入到当前位置 还是导入到目录 等等一些功能 同时我们在导入的时候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只有一个样式 直接给它添加相应的一些预设 就是我们导入完图片以后 可以直接进行调色 好这里有用户样式和一个类质样式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讲到 好的我们直接点击导入全部 好的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才导入的一些图片 它就会直接显示在最近导入的文件夹里面 然后接着你就可以进行修片和调色 好的我们顺便讲一下上集课 讲漏掉一个东西 上集课不是讲到 雷托我们的它的一个调整栏都在最右边 我们的图片都在最左边 有些朋友不习惯怎么办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试图 然后可以 这里有一个将工具栏放置在右侧 点击一下 就来到了我们习惯的右边 图片就到了左边 包括这些模块都是可以进行一些调整的 比如说曝光 你想调整到上面 它的下面想调整到跟Netroom一样 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可以按照你最喜欢的方式进行一个排序 也可以按照你最习惯的一个修片流程进行一个排序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想恢复 你就可以直接将工具栏放置在左侧 同时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隐藏 隐藏工具栏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方便的观察一些 我们拍摄的图片 它会显示的会更大一些 你也可以调整为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它就会有一个小箭头 我们当我们把鼠标移过来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调整 好我们会不到默认的一个状态 好的接着我们看一下输出 好我们把鼠标放在这里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输出的一个界面 这里面会有很多配方 就比如说我们输出的是A3的300分辨率 这就是打印尺寸 然后或者1600像素给网页的 或者输出其他的一些格式 它都会有一些预设 同时我们可以在上面新建 新建一个自己的预设 就是你长期使用的 好 新建一个深夜 同时我们会在充气配方里面 调整它的一些格式 比如说我们要存GPG 然后它的质量SRGB 还是AdobeRGB 或者是其他更多的一些颜色模式 一般我们会选择SRGB 好分辨率300 它这里输出的一个尺寸比例 可以100%或者50%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冲洗摘要 我们把它调整为50%看一下 它的大小会有变化 可以看到大小就减半了 包括它的一个像素都减半了 然后包括它文件大概有多多小多大 都会在这上面显示 包括你要选择你要存储的一个位置 它也会自动弹出文件夹 好的 这样的一个导出界面 其实 嗯 作为打印冲印这样去导出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平常用的不是这种 比如说我们要导出这一张 我一般会选择文件里面 它有一个导出 它里面会有一个元件和一个变体 元件它就会把这张图片 它就会把这张图片的原始格式进行一个保存 不做任何修饰 存在我们相应的一些地方 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导出变体 它会有一个导出选框 也是一样存储为止 格式 包括它的名称 大小 还有ICC的一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我们刚才打开了全部的ICC 不知道选哪一个好 我们可以点击最下面显示推荐项 它就会回复到最初的一个状态 24RGB和Adobe RGB 然后选择完以后可以直接点击导出 想全部导出 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进行一个全选 按这里全选Ctrl A 然后也是一样 点击文件导出变体 它就会把所有的文件进行一个导出 方法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导出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些 好今天第三课 导入和输出的一个交参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我是顾瑜